您欢迎收看6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台铁229次列车在21号下午5点多 遇上土石流冲击 造成车厢出轨共有9人受伤 而有民众募集轨道下的大清水溪暴涨 甚至还溅起了砂石喷到轨道上 但这辆EMU3000新型自强号造价8亿元 才营运3个月就出事 而维修时间还有经费还有待在评估 而铁路方面则在25号中午提前全线抢通 车厢满是灰尘 还有人打电话报平安 旅客惊魂未定摇摇晃晃往门口疏散 这土石流好严重 往下踏一步就是铁轨 列车撞击到落石 乘客只能拿着大包小包行李 在列车和隧道的夹缝间可难逃生 事发前民众就目击大清水溪 溪流夹在泥沙暴涨又湍急 而事发的229次列车经过石砂石还喷到轨道上 大清水溪大量泥流也冲往太平洋 21号下午台铁229次列车碰到土石流 列车撞上落石造成9人受伤 525名乘客被影响台铁赶紧善后 在22号下午1点47分确定全线抢修成功 五六个工人把土石运出去 确定轨道都清干净 供物段一撤出就换电物段检查 毕竟土石砸到轨道上 有可能破坏电力运作 全部细节都需要一一把关 摄照后确让安全才恢复通车 下午2点10分 西阵线成功开放通行 经过这路段的列车都需要限速30公里 列车平均会延误5到10分钟 而221次柴油自强号也不例外 经过储蓄路段必须放慢速度 确让安全通过台铁不敢大意 因为发生意外的这辆EMU3000型自强号 造价约8亿元 销售后营运不到三个月 就发生出轨意外 虽然已经顺利强通 但后续修复与评估 还需要时间理清 记得综合报导